由孙玉和邓超夫妻主演的影目前正在热映中,为了这部电影,邓超在短时间内,完成了体重的猛声猛降,先是三个月内增重20斤,随后两个月内急速减重40斤, 此时的邓超已经瘦得让人认不出来了,10月5日,邓超与孙玉的最新采访曝光,采访中,孙玉透露了自己对于瘦的标准,我的手掌就是一把尺子,手掌从这块骨头,顿骨摸到那块骨头下巴,中间不可以碰到肉,这才叫瘦,如果手掌碰到了一点点肉,那说明太胖了,如果肉已经拱了起来,手完成弓形的话, 那就更恐怖了,看看邓超这无奈的笑容,就知道孙玉的标准有多苛刻了,孙玉调侃邓超说,她比较倒霉,一胖就胖脸,但如果邓超试图瘦下来,脸却是最后一个瘦的地方,与邓超相反, 孙玉表示自己瘦了就先瘦脸,每天目测脸的大小,孙玉就能知道自己的体重多了还是少了,如此容易一胖脸的邓超在影片中却瘦骨临寻,为了这部电影,邓超的付出有目共睹,采访中,一向与孙玉甜蜜有加的邓超听到孙玉的嘚瑟,忍不住回对道,她有时候真的很烦, 原来,孙玉经常说着说着话,突然就温柔的告诉邓超,你胖了,真的胖了,孙玉同时还爆料了邓超的一件旧事,家里的体重器与孙玉的手机数据相连,有时,邓超想要骗孙玉自己瘦了,却被孙玉无情的拆穿,你刚趁瓦体重,数据直接就发我手机里了,孙玉感叹道,现在的科技太可怕了, 开心